今天我要来做羊肉小煎饼 我买了四斑的五骨的羊腿肉 我自己把它搅成肉末 然后我今天大约用一半的肉来做 其他的三斑都把它冰起来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加上葱花 孜然粉 大蒜粉 辣椒粉 姜汁 鸡蛋 可以吸现磨的胡椒粉 一点点盐 我们现在把它搅拌朝一个方向搅拌 再加上一些月米水淀粉 拌匀 拌匀 最后加上芝麻油 混匀 现在我们来煎羊肉 放两汤匙的橄榄油 再起出一汤匙的羊肉 用手按扁 放入锅内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做出16个羊肉饼 今天我做了17个 煎大约一两分钟 然后我们看到底下有些焦黄了 就把它翻个身 再煎里面 直到两边煎的焦黄色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们把羊肉煎饼放入盆内 一盆美味营养的羊肉煎饼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做个蘸料 放一汤匙的芥末 和一汤匙的蛋黄酱混匀 现在让我来尝一下 非常的好吃 只要你喜欢羊肉的 你一定会喜欢这个菜 然后又做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下面还有完整的食谱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